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10月30日 晚上8點半 又是講好消息 真的要講好消息 講好中國的故事 因為中國人威水今天講 試完什麼呢 昨天大家看到新聞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的旗艦 又被黑海艦召沉 但這個擊沉的旗艦 很多人在網上都說 有些無人戰機 完全不是那回事 它有使用的武器 是無人艇 洗頭艇大家聽得多 無人艇 不是無人機 這次是無人艇 怎麼說是中國人的威水呢 據我記憶 我五年前都已經知道 現在世界上最新出的時候 是五年前 已經出現了無人艇 但是那時候有些技術未成熟 為什麼未成熟 在哪方面未成熟呢 它要將無人艇做到像隱形戰機一樣 你在空中的隱形戰機 你只要那個圖料 我認識的 德國那個做隱形戰機的科學家 以前來香港探過聊過 你的圖料是很高度的秘密 但是你做隱形艇 這個無人艇 是避過所有俄羅斯的精準的雷達 是不容易的 特別它這些旗艦 是最先進的 測陷幾個維度空間的電磁波都有 你很難說避過它 它測不到你 所以那時候就是沒有怎樣面世 到我一路研發 就有很多很高級的專利 在世界上 是中國人研發的 是中國人研發的 大家可以聯想 那是我們強國人不要厲害 不是強國人研發 是中國人研發的 是中國人研發的 究竟是哪一道國家的中國人研發呢 哪些華裔的科學家研發呢 這個我就保留 到後期他們的技術一路突破 突破到那隻無人艇在海底 你如果對方的潛艇被他發到行蹤 發現到你的潛艇 你的潛艇都死了 因為難在它除了隱形之外 還要避過你那個聲納的探測那裡很厲害 所以為什麼這麼遲才說 現在由美國 其實是經過美國佬 給古克蘭 我完全沒有人不聽 那為什麼會由美國佬比呢 因為某一個時間的時候 美國佬知道這種技術 就用天價去修靠了整個的專利 現在大家知道美國是海上霸權 哇 如果在世界上這種無人艇 流落在敵對的手上 那整個美國的海上的霸權勢力 就是要淪漏 所謂出天價 收買了所有技術 收買了所有技術之後 然後再跟它自己再發展 所以發展到它這些無人艇 你所有的航空母艦 潛艇 什麼驅逐艦 所有艦隊在海上 一讓它作為目標 你就在想的 很快的速度 又靈活 就像那些大飛 大飛這麼快 那你怎麼搞 它整隻大飛都變成了導彈 整隻艇都是導彈 那這隻無人艇成本有多少 這隻俄羅斯那些旗艦 你有多少錢成本 還有人名呢 對吧 所以這個好消息 就說它是 除了是中國人發明 第二呢 它震懾了俄羅斯政府 所以那個美股突然間飆 因為和平會有機會 俄羅斯它一定要知道 你制行到它 它們才會退 所以現在呢 據我所知呢 就是它透過土耳其 那方便 盡快會安排一個和解 一到現在達入那個季節呢 如果烏克蘭賽打下去 會辛苦 全部禮拜的怎麼打呢 那俄羅斯又不想說被拖死 那你克米利亞 阿里米亞那裡又守不了 你的艦隊已經沒有走 那這個真是好消息 因為它這個好戰爭呢 是大的形勢呢 是壓住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局面 動不了 大家都不敢動 譬如說 你去亞洲投資不敢 去亞洲投資更加不敢 大財團更加不敢 不敢做事 我怎知道你什麼時候 戰爭發到哪方面 所以大家真的希望這個世界和平 還有還有一件好處呢 如果這些無人艇的威力 只有越來越強的話呢 那台海呢 又都會安全一點 南海風雲呢 又會安全一點 那你中共國 你那幾隻神龍茶 為什麼要逃出海面呢 是不是 你不敢逃出海面的 那就是沒有資格再扮戰狼 你想扮戰狼也沒有籌碼 你說什麼啊 核彈 說什麼核彈 美國人 早幾天大家看新聞 扔掉你 我們中國那些 所有那些火箭導彈基地的情報 怎樣分佈 還有很多他沒有扔出來 其實很多事情他們知道 所以亞洲在這兩天 扮反聲 把自衛軍又趕到國防軍 又說機器去軍隊 就夠了那個增設力量 我想遲一下 還有一些比較加強版的出現 其實世界都是需要和平的 老實說 大家看到河谷戰爭 是最無謂的 他們自己有打自己有的 那全部都是同一個民族 好嗎 不知道 他們自己有和平的 他們也都很認真 台 그러나 一直都不認真 你不認真 你不認真 有沒有怎麼看 是斯拉夫民族 反而這個和波蘭 和愛斯利亞 是另一個族系 另一個語系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 和白俄羅斯 和烏克蘭 同一個語系 所以整個都是從基府羅斯走出來的 只不過基府羅斯被蒙古佬滅了之後 他們才分開了東斯拉夫民族和西斯拉夫民族 到處走 都分開了 其實全部都是自己人 所以那時候烏克蘭總統 我在俄羅斯做演員 他們幾個地方講俄語是分不出的 等於我們廣州人 或者深圳很多講廣東話 和我們香港很難分得到 說是哪個地區的人 就是他和一個民族 一個語系 所以他那場仗真的很無謂 但他分歧在哪裏 他最麻煩在呢 他講俄語 未必是俄羅斯族的 他又未必是俄羅斯籍的人 他寫講俄語 所以是很混亂的 那個歷史真的要在 我們記得在那個BBC台 有些訪問 有個學者講得比較精筆的 講那方面的歷史 因為他是專修那邊的歷史 所以大家有時候 有時間可以看多一些歷史現代 知道那個地緣的政治 那些國與國之間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是吧 譬如說現在你說到伊朗 伊朗重量盡 伊朗曾經一個很顯赫的波斯王朝 是吧 由大樓市那時候很厲害 大樓市的老闆 那時候是國王 王朝 成立了一個波斯王朝 所以變成一個很怪的 真的很混亂 但是在混亂之中 現在這個世界 有這麼強患的武器出來 又不是怎麼傷害人命的話 我想對普京來說 過去阻嚇了 只要打下去沒有意思 那你經常說 打核戰 什麼什麼 你就說的 老實說 美國佬對你俄羅斯療而指掌 這麼多年的情報 差不多你俄羅斯的核彈基地在哪裡 或者普京的要自己躲在哪個安全屋裡 美國佬都知道 它現在集合了日本人幾百架那些斬首的武器 那些普京的旁邊還有些將 你不怕嗎 很精準的 不是開玩笑的 它們可以幾十尺的 那些英雷的牆壁都能夠過你的 那斬首行動很厲害的 所以美國都是有它一套的 戰術在那裡 那希望真是帶來的世界和平 如果不是都幾傷的 幾傷的 整個歐洲 亞洲 整個地球都傷的 全國際都傷的 全部動不了的 那些運輸 各方面 給戰爭的 戰爭的 勇勇 那說回一點點香港 香港就 香港就 特首又很努力的 大家看到 但特首很努力 現在國內又搞些這樣的鬥爭運動 又要強調那個清零的 動態清零不要讓它停 今天早上收到的消息 國內大部份 很多城市地方都有重新封城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搞 不太明白了 封城封得很嚴格 封得很厲害 有些人都是政治因素 但如果有這些風氣燒到來香港 就真的 大家的禮事都可以了 對不對 好 就這樣